今天我们要带您探秘航天飞机 1986年1月28号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十一时许 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屹立在发射架上 几分钟之后 这一架航天飞机就会腾空而起飞入太空 这次航天飞机发射 搭载了第一位太空女教师麦考利夫 所以特别的引人关注 当时无数的美国人民围坐在电视机前 希望共同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此时此刻 在数千公里外的犹他州北部瓦萨奇山脉深处的 瑟奥克尔火箭实验场里 航天专家博伊斯·乔利 正在瑟奥克尔公司会议室门外 焦急的夺来夺去 这家公司负责为航天飞机提供固体燃料火箭助推器 另外一位航天专家艾比林 希望博伊斯·乔利到会议室观看航天飞机发射的现场直播 而博伊斯·乔利告诉艾比林 不 我不想看发射 我不想看发射失败 1986年1月28日上午11点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卡纳维拉尔角上空万里无云 在离发射现场6.4公里的看台上 聚集了1000多名观众 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远处发射台上 矗立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 兴奋不已 作为美国正式使用的第二架航天飞机 挑战者号自1983年4月首次飞行以来 已经成功地绕行地球987圈 共在太空中停留69天 本次将是他的第十次太空任务 与前几次任务不同的是 本次挑战者号的七名成员中 有一位美国中学教师 科里斯塔·麦考利夫 当天看台上的1000多名观众中 有19名学生 他们既是来观看航天飞机发射 也是来欢送他们心爱的老师的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顺利升空 看台上的孩子们 激动得又是吹喇叭又是敲鼓 随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博伊斯·乔利转向埃迪林说 我们刚刚躲过了一颗子弹 因为按照他们的分析 挑战者会在平台上爆炸 发射7秒钟时 挑战者号程序转弯 16秒钟时 飞机的机身背向地面 机腹朝天 完成转变角度 不过 发射50秒钟时 地面层有人发现航天飞机 右侧固体推进器侧部 冒出了一丝黑烟 这个现象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发射59秒时 挑战者号高度1万米 地面控制中心 和航天飞机上的计算机上 显示的各种数据 都未见任何异常 65秒时 机长向地面报告 主发动机加大推力 这是地面测控中心 收听到的最后一句报告词 然而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很快就发生了 发射73秒时 高度为14600米的挑战者号 不但闪出一团亮光 外挂燃料箱 凌空爆炸 航天飞机被炸得粉碎 与地面的通讯促然中断 挑战者号变成了一团大火 两枚失去控制的固体助推火箭 脱离火球 呈微自行 喷着火焰向前飞去 眼看要掉入人口稠密的阵地 航天中心负责安全的军官 比林格远及手快 在第100秒时通过遥控装置 将他们引爆了 博伊斯乔利和艾比林 看着电视屏幕上的烟雾弥漫 二人的心跳当时几乎停止了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青年探秘者 青年探秘者永远对未知保持好奇 一起来开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您一探 当年挑战者号失事的秘密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 他是咱们中国导弹专家 核军控专家 也是军事专家 杨成军老师 欢迎您杨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杨成军中国导弹专家 核军控专家 军事专家 1986年发生了这起震惊世界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情况 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挑战者号 这个航天飞机啊 它是美国这个制造的第二架航天飞机 它是在1982年的7月份 这个交付的 交付到美国航空航天局肯尼迪太空中心 然后在1983年的4月4号进行了成功的首飞 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讲了 这么在1986年的年初 1月28号 发生了一次重大的 这个非常惨重的教训 它在发射的时候呢 这是第十次飞行 挑战者号第十次飞行 在发射离开这个发射台 73秒的时间 发生了这个爆炸 这个73秒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都是在人们的可以看见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的 牧师范围之内 都是大家看得很清楚 因为当时在发射这个挑战者号的时候呢 现场很多人 数千人在观看 各方的这个代表 有军方的 也有民间的 甚至还有很多学生 是吧 很多学生 在这个地方看 感到非常震惊 非常震惊 这个说得过分一点 就是这个呼吸都屏住了 增大了眼睛 在这个脑子在急速的在思考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是在人类历史上 这个事情是第一次 是第一次 因为我们呢 搞这个火箭技术 我这个到退休呢 是47年 搞这个东西搞了47年 我们知道 这个运载火箭 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 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就是在起飞之后 在大气层飞行 垂直飞行这一段时间 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那么第二个环节呢 它是在冲返大气层当中 也就是回到地球 在降落的时候 它容易出问题 这是所有的这个飞行器 包括飞机 我们大家都经常坐飞机 坐飞机的时候 最容易出问题 也是这两个环节 那么这个恰恰是在第一个环节里面 发生的这个问题 七名航天人员 这个殉职了 那么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 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非常强烈的这个震惊和反响 这个美国国家降了半期 是吧 这个很多国家呢 发了卫文殿 有很多这个科学家 相关的技术专家 都在深入的分析原因 查找教训 博伊斯乔利和埃比林 两位航天专家 为什么会认定挑战者号 这次发射会出事呢 因为就在发射之前 他们认为 火箭上的一个不起眼的部件 有问题 他们的这种判断 得到了另外一位科学家的认同 在挑战者号 实施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物理学家费曼发言时 对会场的负责人说 请给我一杯冰水 只见这位物理学家 从左边的口袋里掏出一把 刚从五金店买来的尖嘴钳 从右边的口袋里 拿出一个航天飞机推进器上 使用的橡皮环 然后呢 用尖嘴钳夹住了橡皮环 塞进了冰水里 五分钟之后 他提出动硬的橡胶环 松开钳子说 发射当天的低细纹 让橡胶环失去了膨胀性 导致推进器燃料泄漏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费曼的演示结果 和博伊斯乔利 以及埃比林之前的判断 惊人的一致 1986年1月28日上午11时39分 航天飞机主发动机点火 仅0.6秒后 第一个故障征兆就已显现 从现场摄像机拍摄的画面中 可以看到 一股黑色烟雾 从发动机右侧尾部喷出 持续了约两秒钟 事后调查表明 这股黑烟 是从航天飞机右侧的 固体助推器冒出来的 有专家指出 这表明助推器的连接处 出现了裂痕 再进一步说 问题可以锁定在 接缝处的O型逆风环上 原来 为了能给航天飞机 提供足够的助推力 挑战者号的外储箱两侧 安装有一对固体火箭助推器 每枚助推器都要在装填 数百万磅的固体助推燃料后 送往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基地 由于火箭助推器长达38.4米 铁路无法运输 因此不得不分成几部分运输 在发射现场进行组装 虽然阻阶部分的钢圈 看上去很牢固结实 但点火后 每个部分由于受到巨大的压力 都会像气球一样被吹起来 很容易出现裂缝 这样就需要在各部分的接合处 采用松紧带来封闭裂缝 防止热气泄漏 这份重任由两条 名为O型密封圈 简称O圈的橡胶带完成 在火箭点火的瞬间 推进器的钢固会被撑开 O圈必须瞬间膨胀 才能避免燃料外泄 如果它们与钢圈脱离 哪怕0.2秒 助推器的燃料 就会发生泄漏 进而引发爆炸 挑战者号发射那天 天气非常的寒冷 气温降低后 这些O圈就变得非常的坚硬 伸缩就更加的困难 坚硬的O圈 伸缩的速度变慢 密封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主O型环 原本的作用即是封闭该裂缝 但由于温度过低失效 而副O型环 又因为金属部分的崩离 而偏离了原有位置 这时 从裂缝处冒出的火焰 就会喷射在主燃料舱上 进而烧毁主燃料舱的结构 点燃充满氧气的舱势 导致大爆炸 好 我们看完短片之后 跟你一块来探秘 杨老师刚才这个短片当中 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 叫O型圈 这个O型圈是做什么用的呢 从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图上红箭头所指的位置 就是O型圈所安装的位置 O型圈是用橡胶材料 做成的一个圆环 现在世界各个国家的 液体运载火箭 所使用的管路和火门的密封 都是使用的O型圈 O型圈因为它是橡胶材料做成的 它有什么特性呢 它受到温度的影响很大 如果遇到高温的情况 它会变软 变粘 如果遇到低温的情况 它会变硬 变脆 这也是挑战者号发生这个问题 出现事故的重要原因 好 所以您说这个O型圈 有可能就是这次事故的重要原因 另外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 还可以深入分析一下 这个O型圈呢 我感觉就是要从这个美国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这种事故当中 我觉得给了我们几条很重要的这个歧视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飞机发射之前 一定要进行认真过细的这个检查 过细的检查 另外呢 要严格的按照所规定的更换的时间 通常这个密封圈 这个O型圈啊 它的更换时间呢 是十年左右 十年左右 到这个时间就必须要更换了 但是在发射前呢 它没有对O型圈进行检查的这个项目 没有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对这个O型圈在发射前 再进行一次细致的 看它有没有变质的情况出现 同时呢 就是各级的这个指挥员 在进行检查和把关的时候 也要进一步的再去过细的看到这个部位 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这个发射行动啊 万无一失 价值12亿美元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 罪魁祸首竟然是一个被称为O型圈的橡胶环 专家们提出的观点让很多人感到非常震惊啊 要知道挑战者号是当时美国正式使用的第二架航天飞机 1983年4月首次飞行以来已经成功完成了九次太空任务 那么为什么这个被称为O型圈的橡胶环过去就没出现过问题呢 专家们进一步指出 这和发射当天罕见的低温有很大的关系 挑战者号最初计划于美国东部时间1986年1月22日下午2043分 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 但是由于恶劣天气等情况多次推迟 最终定于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发射 发射前的天气预报显示 1月28日这天的清晨将会非常的寒冷 气温接近零下一度 这是允许发射的最低温度 由于低温 60多米高的发射塔塔架上截下了长长的冰锥 据说有的冰柱长度超过30厘米 针对寒冷的天气 美国宇航局召开了紧急会议 伯伊斯·乔利和埃比林对发射提出了反对意见 因为航天飞机从没有在这么冷的天气进行点火 当天夜里温度曾降到零下午摄氏度 这种情况航天飞机上的某些部件 很有可能因为不耐低温而产生故障 但是大家同样不情愿看到发射被再次取消 此前挑战者号因为天气等原因 已经推迟了五次 耽误了政府既定的航天计划 于是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冰雪小组 用了一整夜的时间来清除发射塔上的冰雪 同时决策层决定将发射时间再推迟 以让冰雪小组进行另一项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 冰雪小组曾在红外摄像机中发现 挑战者号右侧固体火箭助推器的部件 尾部接缝处的温度 仅有摄氏零下13度 从夜养舱通风口吹出来的急冷空气 降低了接缝处的温度 让该处的温度远低于气温 并远远低于O型密封圈的设计承受极限温度 但遗憾的是 这个信息从未传达给决策层 在1月28日上午最后一项检查完成后 气温渐渐升高 在发射前的24分钟 气温已经上升到了规定的零摄氏度 美国宇航局决定继续发射 并将挑战者号的发射时间 最终确定在美国东部时间当日上午的11时38分 然而低温造成的悲剧 依然不可逆转的发生了 好 看完短片 我们接着探秘 刚才短片当中透露了一个关键性的信息 就是航天飞机在发射之前 曾经发生过气温极低的现象 大概是零下13度 这个位置是在航空飞机推进器的周围 而我们知道 对于航空飞机上面的一些部件来说 低温有可能会导致部件的性能变差 甚至失去原有的效用 杨老师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的 高温和低温对于火箭的发射和它的运行 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这个挑战者号 它这次出现问题是处在一个低温的环境 那么低温它对于火箭 对于它的发动机系统 对于它的推进机 推进机的性能 对于控制系统的工作 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 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火箭和地面设备 在定型之前都要进行低温试验的 都要进行低温试验 都要到这个环境温度 在零下50度左右 40到50度这样的环境里面去进行试验 去检验它什么呢 检验它这个空置系统的这个工作 电路是不是还能正常的这个畅通 因为有些电子元气件 在低温情况下 它的这个电阻值就会变大 变大 这样使它的这个测试的参数 所反映的这个现象 它可能都会发生改变 另外对于液体推进 它的主发动机 大家都知道 它使用的是液氢和液氧 是液体的 液体这个推进机 在极低温的情况下 它会使它的这个燃烧的速率延缓 延缓以后呢 它产生的推力就会减小 这一减小就带来了 它飞行动力的不稳定 没有达到它预设的这个推力 这样就对于火箭 以及它说推动这个有效载荷的飞行 就会带来直接的影响 另外还有控制 控制系统 因为这个任何火箭 它都有一种 有三个姿态角的这个自动控制系统 一个是偏航角 第二个是扶仰角 第三个是滚动角 如果超差过大 温度过低 使它的这个超差角度超差过大 它就会发出自毁信号 自毁信号 就是我们的有效载荷 使我们的火箭 包括运载的 这一部分这个人造 人造控制舱 都会产生自毁 产生爆炸 另外还有个低温 它对于这个O型圈 它会使它变脆变硬 使它的密封性能下降 如果在遇到这个高温 高压这个点火的时候 它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力 由于它的这个变脆了 变硬了 它的这个伸缩性 下降了 这样很有可能 在这个高压的冲击下 把它冲破了 这样就使它的推进机 大量的溢出 这是导致发生事故的 这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这个低温 所对于这个火箭 以及有效载荷 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那是非常巨大的 调查显示 1986年1月28号 由于低温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 主发动机点火 仅0.6秒后 固体助推器接风处的 O型橡胶密封圈 就已经失效 一股黑色的烟雾 从发动机右侧尾部喷出 此时形势十分危急 航天飞机极有可能 在发射平台上爆炸 幸运的是 助推器的燃料中添加了铝 燃烧形成的铝渣 堵住了裂缝 在明火冲出裂缝前 临时替代了O型循环的密封作用 如果再坚持一分多钟 固体火箭助推器 就会完成自己的使命 和航天飞机脱离 悲剧就可以避免 但是当挑战者号 发射到第五十多秒的时候 一个突如其来的状况 把挑战者号最后的一层保护 无情弹 撕掉 挑战者号发射当天 倒数计时开始后 柏伊斯乔利和埃比林两个的手 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 挑战者平稳地离开了 发射平台升空了 柏伊斯乔利转向埃比林 我们刚刚躲过了一颗子弹 因为按照他们的分析 挑战者会在平台上爆炸 然而就在两人都想 长长地舒一口气的时候 挑战者升空后的第七十三秒钟 发生了毁灭性的大爆炸 为什么航天飞机 没有像柏伊斯乔利当初想象的 在发射台上出事呢 原来 由于发射当天气温过低 发射台上已经结冰 造成右侧固体助推器燃料舱的 O型橡胶密封圈硬化失效 助推器点火时 O型圈无法及时膨胀 从而从缝隙处断断续续地 冒出了黑烟 但是由于助推器燃料中添加了铝 燃烧形成的铝渣 堵住了裂缝 在明火冲出裂缝前 临时替代了O型环的密封作用 所以发射之初 挑战者号得以顺利升空 然而 在爆炸前十几秒 挑战者号遭遇了一股强气流 威力相当于卡特里纳飓风 其实早在发射前三十分钟 一架波音757客机 已经报告了强气流的存在 但是发射中心没有注意 在强气流的作用下 航天飞机排出的废气 形成的航迹云 出现了不同寻常的Z字尾 同时 风力产生的震动 让裂缝处的铝渣脱落 移除了阻碍明火泄露出来的最后一个屏障 火焰喷射在主燃料舱上 挑战者号 最后的保护层就这样被剥落了 在爆炸前一秒 从固体入推火箭裂缝处喷出的火焰 让主燃料舱的O型橡胶密封圈脱落 造成了主燃料舱底部脱落 主推器的顶端也撞上了主燃料舱的顶部 灼热的气体窜入顶端充满氧气的舱室 最终导致了大爆炸 挑战者号的悲剧再也无法挽回 那么为什么O型圈失效之后 火箭还不至于发生大爆炸 这句话到底该如何解读 我们请杨老师带我们来谈谈 这也是一种说法 对于这个说法 我不是完全赞成 您的意见是 我的意见是这样 发生这个事故 它是这个O型圈 它是一个诱因 它是一个始作俑者 它是个诱因 当然如果这个O型圈就是完全不密封了 使它漏液了 也不一定方式爆炸 为什么呢 它只有两种推进机 就是氧化剂和燃烧剂同时漏液 它才会出现这个爆炸的情况 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当时是挑战者号的固体火箭O型圈断裂脱落 在裂缝处推进机一突燃烧 点燃了阻染料箱 最终导致了航天飞机的爆炸 尽管挑战者号失事已经过去了30多年 但是围绕失事的说法有很多很多 比如一个被公众经常提及的说法就是 挑战者号再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发射73秒以后爆炸 然而美国国家航空与太空博物馆 航天飞机分管的馆长瓦莱利·尼尔却说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本身没有爆炸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1986年1月28日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约73秒钟后 突然爆炸 包括宇航员密封座舱在内的轨道器被炸飞 脱离了外燃料箱 此时 两枚失去控制的固体猪推火箭脱离火球 形成微字形 喷着火焰向前飞去 此时 挑战者号宇航员的密封座舱 急速地朝大西洋坠去 控制中心分析图像发现 成员舱还保持完整 立刻通知相关部门 要求展开搜救工作 美国立即赶赴可能的落水海域进行大规模的搜救 却一无所获 此后搜索和打捞又持续了约七个月 共打捞出了一百一十一吨重的残骸 其中包括机组人员的座舱残骸 美国宇航局最终确认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事后调查专家指出 爆炸发生时 挑战者号轨道飞行器竭力保持预定飞行路线 随后 它与燃料箱脱离 速度立即升了上去 但是没有了推进器和燃料箱 在飞行过程中 轨道飞行器无法承受空气动力的冲击 机尾和主发动机脱落 接着两个机翼也跟着分离 成员座舱和机身前部 与有效载荷舱分离 他们从天而降 坠入水中后加速分解 难道灾难发生时 七名宇航员就没有其他的办法逃生吗 好 我们接着探秘 我们看到在升空73秒之后 挑战者号发生了爆炸 在挑战者号化为一团火球之后 航天飞机本身的姿态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家都知道航天飞机 它有三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外燃料舱 就是主发动机 再一个第二部分就是固体 和有效载荷 第三部分就是航天员 所承载航天员的座舱 刚才小罗同时问到了 就是有效载荷 它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在整个航天分离 成为一团火球之后 在短时间里面 也就是说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 这个人从座座上 它是安全的 为什么是安全的 从结构上来讲 它是独立的 另外从它的外壳 外壳壳体上来讲 它是非常坚固的 坚固的 但是由于承载它的主动力 变成了火球 后来发生了爆炸 那么它虽然在几分钟里面 它是安全的 那个时候它还是 这个航天员 它意识还是清醒的 清楚的 但是呢 这时候已经无济于事了 因为它的信息发不出去了 它也没有办法再去进行 来不及 采取任何措施进行救护 都是来不及的 那么 航天飞机爆炸后 急剧坠落 在撞击到地球 水面的时候 由于加速度过大 致使啊 机舱解体 七名旅航员殉职 当时有人就质疑啊 说这个 航天飞机发生了爆炸 但是呢 这个飞行员的 这个座舱这部分呢 其实可能并没有第一时间被炸掉 那么 如果 能安装像这个 飞机上面 战斗机上面的 这个飞行员 有这个弹射啊 逃生装置 那这些人的命不就能救回来了吗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应该说 有这个想法很正常 但是也是非常幼稚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 它是一个航天飞行器 它不是一个飞机 如果是飞机上 现在飞机基本上都有弹射装置 它因为飞机的 整个的这个航行的路线呢 是在大气层里面的 大气层里面 在大气层里面 如果出现了弹射 利用这个降落伞 张开 缓慢的 回落到地球上来 可以生还 可以生还 它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航天飞机 它的飞行轨机 绝大部分时间 是在太空轨道上 如果大家想一想 把这个航天员都 弹射到的这个太空当中 太空当中成了漂浮物 漂浮物 到这个地 到太空 它没办法生存的 是 而且也没有办法再去 地球再去寻找它们 把它们救回来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是 不可能 如果起飞阶段呢 比如在起飞阶段 升空阶段 如果说多一种保护的话 会不会它们能够有 生还的机会 升空阶段的机会 我感觉就是 这个航天飞机 已经变成了火球了 在那一瞬间 航天员坐舱 以及这七名航天员的 生死 已经注定了 已经无可挽回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尽管从感情上来讲 我们并不希望 出现这样的后果 但是这个事情 是已经无可挽回了 只有非常遗憾 也令人非常痛苦 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 从佛罗里达州 卡纳维拉尔角航天基地 发射升空73秒 起火爆炸 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30多年 但是看过电视直播的观众 对那触目惊心的火球 还是记忆犹新 除了悲痛和惋惜之外 为航天飞机设计 制造固态火线推进器的 莫顿色奥科尔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博伊斯乔利和他的顶头上司 包勃艾比林心中还多了一份愤怒 因为但凡当时公司的高层 听取他俩的意见 这起事故本来可以避免 就在挑战者号发射前一天的傍晚 固体火箭助推器制造商 色奥科尔公司的专家 博伊斯乔利和埃比林 通过电视会议 足足花了六个小时 力劝美国宇航局 推迟挑战者的发射 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二人都被告知 佛罗里达的气温 已经降至了零度以下 他们知道 这样的条件对火箭助推器的性能 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博伊斯乔利在发射前六个月 就对欧圈提出了质疑 因为一年前 他曾亲自跑到佛罗里达 对上一次发射时使用的火箭 进行了检查 让他吃惊的是 第一层欧圈失灵 热气跑了出来 幸运的是 第二层欧圈拦住了热气 博伊斯乔利仍保存着 当时拍摄的欧圈照片 本应是密色的润滑油 被熏成了黑色 第一层欧圈的很多部分都不见了 很显然 他们被烤焦了 他说 我看到这一切时 心口像堵上了一团棉花 那次发射 航天飞机竟然没有爆炸 简直是奇迹 他的上司鲍博埃比林 也同意博伊斯乔利的意见 但是两人有关修改密封圈设计 和限制发射场温度的建议 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这次 瑟奥科尔公司高层依然给了 博伊斯乔利和埃比林当头一棒 公司向宇航局做出了可以发射的建议 灾难彻底改变了 博伊斯乔利的工作生涯 1986年7月 在接受了总统委员会 关于挑战者号灾难的听证后 他便辞职 离开了瑟奥科尔公司 我们接着他们 刚才这短片的分析 这挑战者号的事故原本可能避免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事情呢 它毕竟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是吧 三十多年了 这是一段让人非常无奈的历史 无奈的历史 那么这个 当时这两个科学家就提出来 本来这个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我觉得如果是从技术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可以避免的因素应该是存在的 应该是存在的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航天飞机发射之前 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定 对它的有些 比如说那个欧行圈 是吧 一些零部件进行过细的检查 必要的时候呢 进行更换 进行更换 如果它的这个指挥员尽到了责任 对于这个这些关键的部位 进行了过细的检查和把关 另外呢 在发射的时机上 我觉得需要 适当的往后推迟一下 把这个事情搞得踏实了 是吧 搞得踏实了 我觉得有可能避免这样惨重的 这个事故的发生 挑战者号的失事 是航天飞机历史上第一次重大事故 但是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安全就应该是一票否决制 让人至今都难以理解的是 在挑战者号发射前夜 火箭制造商 瑟奥科尔公司 明知发射航天飞机存在极大风险 却为何依然向美国宇航局提出了 可以发射的意见呢 1986年1月27日 也就是挑战者号发射前一天的下午 卡纳维拉尔角的气温骤降 发射小组打电话 询问火箭制造商 瑟奥科尔公司的专家们 是否对零下午摄氏度发射 他们的火箭存有疑虑 博伊斯·乔利和埃比林的回答是 是 接着发射现场又把电话 打到了阿拉巴马州 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 宇航局火箭专家那里咨询 专家们认真地听取了 博伊斯·乔利和他的同事 关于推迟发射的分析 但他们觉得 他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情绪化的东西 理性的东西太少 电话会议进行了近六个小时 宇航局终于表示 他不会不听火箭设计者的建议 而强行发射 就在这个时候 瑟奥科尔公司副总裁 请求暂停会议五分钟 接着瑟奥科尔总裁 捷里马森就开口说 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可操作的决定 博伊斯·乔利马上意识到 公司主管是为了取悦 最主要的客户 宇航局 态度已从不要发射 变成了可以发射 包括 博博伊斯·乔利在内的工程师被排除在外 四名高级经理投票赞成发射 老板随即接通了电话会议 通知宇航局 瑟奥科尔公司的态度有了变化 挑战者可以发射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宇航局一直在询问瑟奥科尔公司 关于发射的问题 但是就是没有问一问 瑟奥科尔高层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们只是请瑟奥科尔公司 把他们改变主意的原因写成文字 当在这新建议的传真 在午夜时分传到卡纳维拉尔角时 宇航局已经下定了 在第二天上午发射挑战者的决心 悲剧于是发生了 好 当关键性时刻到来的时候 这家公司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从不要发射变成了赞成发射 我们特别想知道 这当中让他们态度发生 180度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杨老师 我觉得主要还是政治因素 因为当时 你可以看看当时的美国的国家背景 他有当时有政治因素 政治需要 有政治需要 所以他要把这一次挑战后 航天飞机的发射和升空 作为一种提升人心士气和全民 另外在世界显示美国综合航天实力的 一个标志性的世界 所以因为有这个因素在内 最后还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 代替了科学 我觉得这一点教训 相关的一些国家都应该深刻的记取 挑战之后 他就是当时美国当局给他讲 给他规定了一个要发射的时间 当时也是为了配合外交斗争 政治斗争有这个背景 另外对于开发商来讲 生产商来讲 他有利益在里面 如果不会产生失败 他这个脑子里面 他有侥幸心理 他有侥幸心理 如果不失败 那么结大欢喜 结大欢喜 他认为不会出现问题 因为在他们的这个研制的过程当中 研发的过程当中 在人类发展航天飞机的历史上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失败的先例 基于这种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经济上的考量 如果这个事情停止了 要重新检查 要多花很多经费 很多经费 不仅在政治上 他要没有完成赋予他当时的发射的政治任务 所以这一系列的原因就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好 谢谢杨老师今天带我们探秘 今年探秘者 我们永远对未知保持好奇 曾经在美国的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参观的时候 我们当时看到了这个挑战者号失事的那些历史性的片段 那些片段至今仍然在警示我们 也在给我们带来启示 就是对于航天事业来说 绝对是一票否去 安全上的任何一点瑕疵都应当被固执 因为人民航天 因为航天来用饭量大户 非常感谢杨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带领他们的音乐